金无吃足,人无完人,每个人都有缺点,而那些被我们奉没偶像的人一样也不例外,下面就让我们八一八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们都有哪些小缺点呢? 首先是胡歌,相信说起胡歌,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,胡歌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男明星中人气比较高的了,颜值与演技都在线,把很多妹子都迷得神魂颠倒,江湖传说,一遇逍遥物中深,胡歌刚出道不久,就担任仙剑奇侠传的男一号李逍遥,并凭借这部戏一炮而红,该剧也被称为仙侠剧的开山敌祖, 可见其火爆程度,胡歌因其俊朗的外表,优雅的谈吐,而被粉丝称为文艺胡,他平时酷爱看书,还自己出过一本书,哥在古代,想必大家会和文若书生联想到一起,我们平时看到胡歌上各种节目的时候,都是西装割履的, 然而胡歌裸露出胸膛和大腿,却发现原来胡歌毛发是如此旺盛,胸毛和腿毛茂密,倒如同披上一身黑衣,胡歌这次可谓是彻底放飞自我了,一点偶像包袱也没有啊, 杨阳,可以说是最近娱乐圈炙手可热的男明星之一聊,其超高的颜值和演技赢得了一大批粉丝,杨阳笑起来特别迷人,叫人一看便心生欢喜,周围的女生, 有很多都喜欢杨阳,杨阳之前的一部戏,微微一笑很清诚,更是吸睛无数,该剧热播的时候,很多美子在朋友圈哀哭,大学欠我一个肖奈,杨阳在剧中饰演的肖奈,真是难有历史